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激进组织真主党的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 今天告诉他的追随者 该组织在北部边境与以色列的战斗 成功束缚了以色列军队 这位哈马斯在加萨与以色列的战斗提供了动力 这也是哈桑在战争以来首次发表公开演讲 由于外界一直担心 郑主党是否会趁机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 哈桑的态度至关重要 但根据今天的演讲 尽管哈桑并不排除爆发更广泛战争的可能性 但他认为郑主党目前已经做得足够多 他也将这种风险称之为有益的正确的一部分 他也赞扬了哈马斯的恐怖攻击 认为阿拉伯国家需要一场伟大的事件 来恢复巴勒斯坦成为世界头号问题的地位 国务卿布林肯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三次访问以色列 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决心 同时呼应以色列能够暂时停止战斗 以解决日益恶化的人道主力危机 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反驳了美国所说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坚称在240名人职货事发生前不会暂停停货 在以色列连续数周的轰炸和不断扩大的地面袭击之后 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平民的苦难日益增加 不堪重负的意愿在以色列的围困下 药品和燃料所剩无几 医疗设施已经接近崩溃 联合国则在今天表示 加萨已经约有150万人流离失所 最高法院今天同意重新裁定川普时代 对速射枪托的禁令是否违反联邦法律 这类枪托是一种可以帮助半自动武器快速射击的枪支配件 法官们将于明年初就此事听取辩论 这类速射枪托的禁令于2019年生效 最初源于拉斯维加斯的大规模枪击案 枪手是一名64岁的退休工人 也是一名赌徒 他使用突击步枪在室内射出了1000多发子弹 最终造成5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而且由于该案与第二修正案中的保留和携带武器的权力无关 因此即便在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也有很大的通过概率 一名住在德克萨斯州休士顿的激进约旦国民 因为计划袭击当地的犹太社区而遭到了FBI的逮捕 据悉此人名叫索海部阿布亚什 今年只有20岁 ABI局长克里斯多福雷告诉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 此人查看了激进组织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恐怖内容 其中包括如何制造炸弹或爆炸装置等课程等等 阿布亚什还曾经声称愿意为了支持宗教事业而殉道 甚至想要去加撒战斗 最后FBI发现嫌疑人曾在一篇社交媒体的贴文中提及了休士顿的犹太社区 才顺腾摸瓜将其成功抓捕 目前阿布亚什因为非法持有枪制而入狱 法庭的文件显示阿布亚什持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 该签证已经于2019年到期 此后申请了庇护身份并获得工作许可 但这类的签证持有者不能在美国合法购买枪支 他已经被检察官拘留候审 请继续锁定信用快讯 找我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